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乱象 我们是否有时会感到无力与无奈呢 文学家布雷克说 即使全世界都笼罩在黑暗中 也没能够阻止我点燃心中的蜡烛 而对傅慕隆老师来说 每一次的演讲都是全心全力地去点亮他心中的烛光 因为老师深信 当我们抱怨社会黑暗时 那是因为我们心中的蜡烛没有点燃 不要轻忽这一点点的烛光 就像我们聆听傅老师的演说 经由老师身具慧心地寻寻善诱 以及充满爱心的感召启发 也常不经意地点燃了你我心中的烛光 当一根根烛光不断被引燃时 黑暗将无所遁形 前途必然一片光明 虽然拥有博士头衔 傅老师却始终千冲为怀 因为老师认为知识不能用来帮助做人 再多的学问也只是障碍不是力量 这个社会最缺乏的不是知识专门技术 而是每个人向上向善的学习力和修养 而这也是傅老师最希望送给大家的 想告别阴霾 拥有幸福喜悦 充满希望光明的人生吗 就让老师精彩生动的演讲 来点亮您心中智慧的明灯 各位好朋友大家平安 平安 能够平安的在每个当下 我们应该都很珍惜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他被一个记者问到一个问题 他说你觉得人类面临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各位我们应该去想这个问题 人类面临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 可是看这位宗教界的大师 他讲得多么的简单 多么的贴切 他说人类面临最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有太多的旁观者 四部观景 所以人类开始变得冷漠 人类开始变得疏离 地球暖化 会造成人类最大的危机 那我们可以为地球暖化 做一点有益的事吗 各位全世界有多少的动物 因为人类的贪婪 它面临着决击了 那如果我们有一份的同理 我们会为这些生命 多一点点的付出 所以我要跟各位特别说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预言故事 他说一个农家 有非常多的老鼠 经常跑进他的骨仓 这组人就买了一个捕鼠器 放在骨仓里面 准备抓老鼠 有一只老鼠看到捕鼠器之后 他很着急地往外奔出去 看到一只公鸡 这老鼠跟公鸡说 公鸡大哥 老板买了捕鼠器 怎么办 各位朋友 你猜公鸡会怎么说 公鸡说 小弟啊 我每天准时 把老板 我们的主人请起床 他对我很好 按时喂我吃东西 他说那捕鼠器 是你的事情 跟我没有关系 这老鼠很失望离开了 看到猪大哥 他说猪大哥 老板买了捕鼠器怎么办 这猪大哥说 我也很为你担心 可是那个捕鼠器抓不到我 是抓你的 我帮不上忙 这只老鼠又很沮丧地离开了 找到他唯一的希望 牛伯伯 这只公牛 每天为主人做事 他说 我每天那么拼命地为主人做事 主人对我很好 他说主人买捕鼠器 是因为你不够好 你偷吃主人的东西 你要好自为之 各位问了这三个动物之后 老鼠知道 他必须真的好自为之 要特别小心 那天晚上停电了 各位 这主人的太太 听到捕鼠器 发出声音 啪的一声 他知道应该抓到老鼠了 对不对 所以他赶紧 从房间 跑到仓库 用手把捕鼠器拿起来 就在拿着一刹那 主人的太太 哇了一声 被咬到的 来 各位朋友 您猜 他被什么咬到 对 一条毒蛇 各位 那条毒蛇爬进去 误闯丛林 可是 捕鼠器笼子的缝 还蛮大的 他就沿着缝 爬出来 刚好主人的太太 手一抓咬住了 主人发现 赶紧送到医院 他太太身体虚弱 医生说 要好好补一补 身体要补一补 既然要补身体 只要把那只鸡先杀了 可是身体还是没有好 左右灵机 亲戚朋友都来 各位帮忙 关心 既然那么多人来关心 总得请人家吃饭吧 所以把那头猪也杀了 各位 隔了一阵子 没有好转 往生了 各位 更多人来为他举办 这堂商礼 既然那么多人总是要吃吧 把牛也杀了 各位 原来跟捕鼠器 没有相关的 那只鸡 那只猪 那头牛 通通都离开了 只有那只老鼠 还胆战心惊的 各位 我讲的这个案例是 我们台湾的社会 如果我们没有多一份的同理 没有多一份的关心 各位 我们就会像 各位 那三只小动物 我们会觉得莫名其妙的 我们受到一些威胁 各位 我们觉得 我们变得很孤独了 那各位 我们要如何 让人跟人之间这个心 能够交流起来 所以印度有个年轻人 问一个禅师 他说人生生活应该怎么样 才会快乐 才会自在 那禅师笑一笑 他说我问你四个问题 看你如何解释 他说一个人如何生活自在 要快乐 第一件事情 要做什么 把别人当作自己 各位 把别人当作自己 所以当别人有痛苦的时候 你就会了解他的需求 各位 你就能够比较同理他 各位 一个人犯错 绝对不是故意的 当你把他当作自己的时候 你就比较能够去 了解他真正背后的意义 各位 那是一种很重要的 慈悲 第二个是 把自己当作别人 把自己当作别人 代表要无我 所以当你把自己当作别人 你有高兴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高兴就会减半 你就不会那么疯狂 当你有痛苦的时候 你把自己当作别人 那痛苦也会减半 到达无我的境界 各位 如果每个人经常讲我 我们就有太多的本位主义 所以到达无我 放下了自己 第三个 把别人当作别人 那代表什么 一种智慧 尊重他 是独一无的个体 欣赏他 祝福他 让每个人生都充满了希望 第四个 把自己当作自己 把自己当作自己是什么 要能够肯定自己 要能够珍惜自己 要能够去奉献自己 让自己能够不断不断的 因为付出 然后能够让生命 更加的宽广 同理就是从我们彼此的角度 去看待问题 所以我们都读过 陶渊明这位 不畏无斗迷折腰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各位 陶渊明曾经也为了肚子 去当一个县令 当他当县令之后 他请了一些人 帮他的儿子种田 各位 陶渊明 写了封信给他的儿子 他的孩子 我请这些人帮你种田 你要特别关心 因为他们都是人家的儿子 他不是我们的奴隶 他也是人家的儿子 好好这样去照顾他们 好好这样去珍惜他们 各位 如果我们把每个人 当作我们儿子的时候 我们看待他的眼神 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会比较温柔 会比较的贴心 那各位 我们真的能够把彼此当作一家人吗